你又知道生孩子 哎 连长 你怎么你怎么去个单车 去个单车我觉得挺方便的 在共享单车吗 多少钱啊 怎么算价格的 这便宜的 我以为你又是走路来了 你看我这个单车还可以站着 哪里啊 这后面 这不是小孩子做的吗 要不然我站你吧 小朋友做的 我都坐不下 我屁股那么大 肯定可以坐下 我试一下 那我上来我看了我能坐下吗 这脚都踩不了 也可以 能坐下吗 肯定可以啊 我都看了它 当然可以 你看你能站得起我吗 肯定行 坐好了 坐好了 哈哈哈哈 又仔 你今天怎么心情那么好了 心情必须好嘛 我今天 就是我在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坐着屁股吞死他 发现一个问题 你还吞死的 我八家我问你 你是不是跟着我 你别胖了 我还跟着你 别胖了 你又没咬我 真的是 你又没吃饭给我吃 我踩着你坐后面 我感觉好累 我的屁股都夹得疼死了 太小了 那本来就是小孩子做的 姐姐 你觉得你还是减肥的 我不减肥 我本来才90来斤 你90多斤吗 对啊 我真的没有那么胖好吗 你想拿着去吗 我问你啊 如果以后 我们两个结了婚 真的婚后生活 你有什么规划吗 那你这么问我 我确实还没想过 是吧 有孩子有老公 一日三餐 一年四季 哈哈哈 是不是想起来很美好 哈哈哈 可是我想的 你觉得我现在是怎么想的吗 嗯 我觉得现在我还是想多挣点钱 我缺一个 哈哈哈 你这个牙齿都缺了 嗯 嗯 怎么了 你说一下嘛 你的规划是什么 我想现在就多挣点钱 嗯 然后和你结婚之后 嗯 嗯 然后生三四个小孩子吧 生三四个小孩 你有没有搞错 如果你生了三四个 你那个 你那记得那个单子 后面一个 这里挂一个 还有两个怎么过哪里 啊 你挂得下吗 你不是说我的故意话吗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 这么想的 嗯 嗯 想法很美好 不过我肯定知道你不太愿意 知道我也知道现实很残酷的 是吧 你有钱 有妈你给我 能让我的身体好 我可以给你生五个都没问题 真的 你想了没 你这么想做爸爸了 真的是 你羞不羞 虽然说一个大男人快四十来岁了 我也快四十来岁了 差几年 现在还是吃个鸟药 像我们藤丽人都结婚的孩子 都十五六岁了 好好加油 干一把吧 要不好好加油努力一把好不好 生孩子吗 你就知道生孩子 就知道生孩子 那你自己加油挣钱呗 对啊 加油挣钱吧